罪性是每个人都有了 当亚当夏娃就有了 我们也有承担承担他的罪性 这个行为虽然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每个人都是罪人 这个跟世俗心理学就很不一样 世俗心理学就是人generally good 人是好的 没有什么罪 没有什么就是中性的 也不好也不坏 只是受到世界的影响的 但圣经的 我们知道人是有罪的 这个罪性并不一定用罪行表达出来 但他本身就是有罪性 他就是自己犯罪的倾向 当然罪行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人不得不有这种选择 虽然人有 我们就放在后面讲 自由意志之类的 另外这种表达的方式 恋目错误的事情 和过多的恋目正确的事情 其实都是罪的表达的方式 比如说你看中别人的太太 就是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恋目 这是错误的 只在犯奸淫 对吧 这个很简单 那我过多的爱我的孩子 过于爱上帝 过于爱 过于爱其他的东西 对吧 那这个也是 过多的恋目 恋目过多正确的事情 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也是罪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内在跟外在的罪 internal 就是里面的罪 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很多 耶稣 他比如说像洗手 法利塞人在攻击他 为什么这个人不洁净 耶稣基本对他讲的 这个洁净不洁净 不是来自于外面 又没有洗手 是来自于从里面的东西 对吧 所以罪性 他不仅仅是表现在一种 外面的表彰 他其实是从里面来的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还有是没有做该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罪 一个是commission 我做了像他 像刘牧师讲的 不该讲的话是错 我该讲的话没有讲 其实也是也是问题 人家不是知道善 却不去行就他的罪 对吧 这是omission跟commission 其实都是问题 在家里头冷暴力 你见过冷暴力吗 夫妻之间 本身你应该尽你自己丈夫的本分 我不进 我看电视 我耍手机 我也没骂他 我也没打他 我也没家庭暴力 你没有commit sin 你没有做犯罪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做 你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照顾你的太太的感受 你要爱她 为她舍命 对吧 但是好像你让她舍命了 为你舍命 这个事情 这个也是罪 所以commission 犯了罪 和没有做该做的事情 都算是罪 罪啊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是缺乏理性 我们经常跟人讲理 你看这个事情是这样 你不应该这样做 你跟他讲道理 就发现 他就不讲理 不讲理啊 这个人疯了吗 他真是要卖肾 买那个iPhone吗 他就不讲理吗 就是不讲理 因为罪性是不讲理的 你经常发现 他是没有理性 所以你要 在侍奉他的时候 甚至你看看你自己 可能 这个罪的表彰 感觉别人都觉得 你这个人疯了吗 这个渣男 你都跟他date他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是第15个女孩子 他在date的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 对吧 不讲理的 他全都看不见 当然碰上这样的人 你应该怎么办 不讲理 不表明 就没有办法来侍奉他 你可以讲心 对吧 你看看他心里头 最在乎的东西 为什么在乎这样的东西 我们到底下 比较具体就会再讲了 缺乏理性 它是 它最是有破坏性 它不是需要把它给放在 比如说 你如果有成瘾的问题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成瘾 不管你是在电脑上成瘾 还是吸毒 还是干什么 这种 你一定要把它给除掉 否则的话 它会长出来的 你不能保持它 你必须要杀它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在圣经里面 特别在旧约里面 它基本对待它的态度 就是除掉它 不是只是把它放在一边 或者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面 它早晚这个东西是要出来 它创世纪是讲到 最在门口的恋目的 对吧 是像一个卧虎长龙一样 是藏在那个地方 一旦你出来 一旦有机会 它马上就去了 所以你要 一个是要除掉 想方上把除掉它 要紧紧 比如说如果有这种 temptation 比如说在网上 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是其实在这边讲 就是除掉 或者说躲避诱惑 什么意思呢 不要等着太太上 就是一直在看电脑 然后全家人都睡了 你还在看 然后放在 放在你们家的 鸡脚嘎啦里面 对着墙 别人都看不见 你在看什么 那不就是给自己 造成了这种问题吗 把你们家电脑对着墙 对着客厅 对着楼上楼下 任何时候电脑一开 全家都能看见 这不很好吗 就是不让自己 陷在这种诱惑当中 真的不行啊 干脆你把电脑除了 手机扔了 这种是决心 对待罪的这种决心 我见有人把电视扔了 但是现在没人看电视了 听过有人扔手机的 因为他划这个东西 一天划四个小时的 停不下来 就是划小视频 划四个小时 家庭也没了 工作也没了 最后他下的决心 要把这个东西除掉 当然除掉罪的另外一点 这里头没讲 但是我就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替代 你记不记得 约翠讲的那个比喻 你把魔鬼赶走了 然后有更厉害的鬼就进来 你如果不 你的心里头 你只是把不好的东西拿去 里头这个空虚 你没有办法填满 你会找另外的方式 来填满这个空虚 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上帝的话 他早晚会把你给毁掉 所以你可以培养另外的习惯 跟别人交往 你可以看一些的书 可以打电话给他 什么之类的 反正做一些比较 比较positive或者正确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破坏性要除掉它 有些是故意的罪 有些是不故意的罪 如果独立位记 知道不故意的罪也是罪 不故意的罪也是罪 他也需要被对付 还有一个这个是比较 大家不太容易认知的 但是经常出现的问题 这种罪纠感 有些人他真的是很敏感 他罪纠感 在这里头写的是 明显违反上帝的教导 那大家都知道 上帝画了一条线 你违反上帝的教导 那就是这罪 这很简单 有些时候 我们会给自己定一个标准 上帝有他的律法 但是我们会给自己定一个标准 当我们没有达到 我们想要达的标准 我们觉得我们良心 受到很大的谴责 那个时候也有这种罪纠感 这种罪纠感 其实是有问题的罪纠感 你见过你在辅导 夫妻吵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的先生经常这样对待我 这么糟糕 是不是我不够好 是不是我没有足够的爱他 他罪纠感很强烈 或者自责感非常的强烈 他现在教会的人 现在教会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该做的事情没该做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如果碰上这样的人 你的感受是什么 好像觉得不太对境 但不知道哪个地方错了 人家那么谦卑 你看都先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了 他的问题 这种罪纠感的 guilty feeling sense of feeling 他的问题是 这个标准是他自己定的 你的丈夫对你的虐待 不是你应该负责的 他应该为他的罪负责 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 是你需要负最大的责任呢 对吧 所以你的标准 我们经常会给自己画一个标准 然后呢 又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然后我们自己觉得良心 受到各种各样的谴责 这个是false sense of guilt 这种其实在你辅导的中间 其实挺常见 你可以帮他来看 其实你不需要有这种错误的追究感 这种追究感是不正确的 以至于你的情绪受到影响 这其实挺常见的 正确跟错误的追究感 认识犯罪的人 在圣经当中认识一个人 在圣经当中认识一个人 应该是比较全面的 我用三个S来 大概来帮助你能够认识一个人 他是一个罪人 没有错 但是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他是被造的 另外一个他有可能 他在他现在处在的生活环境当中 他可能是个sufferer 也可能是某个政府做的事情 某一个人做了某个环体 或者是其他的人做的事情 他又是一个saint 他又是个sinner 他又是个sufferer 肯定在某一个情况底下 他三个方面都有 所以你在看人的时候 你不能说 因为刘弟兄讲了一个这个话 他就食恶不赦 这个人是从魔鬼出来的 反正你用你各种样词来形容他 再糟糕的一个人 他是按照上帝形象造 再圣洁的一个人 他也是罪人 所以你突然就会发现 你看人的时候 就看着比较立体了 他不会那么容易 你不会把看看人 看着那么扁平化 什么叫扁平化 你看过动画片吗 动画片就是扁平化的描述 猫跟老鼠 谁是好人 永远是好的 老鼠永远是好的 猫永远是坏的 你不管看多少集 看一百多集都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看人扁平化 你们河南的都是造假的 我们以前有人 有一个老乡 他不敢跟别人 他就说我是河南人 但是他见过太多的人 他不敢说他自己是从哪来 我们见到你从国内哪里来 我是从国内北京来的 北京 北京口音真的很重 你是河南哪儿呢 河南洛阳 他没有办法来承认这个东西 因为对方好像对他的这种看法是扁平化的 好像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做了一些的事情 你们整个河南人都是骗子 所以在座的不要因为对方的年龄 地理 他的长相 他的学历 他的工作 然后你把他就看成某一类的人 他是个罪人 但是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也可能他是因为别人的罪 他受到伤害 你要立体的看他 你对待他的讲话的态度 说话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真的就不太一样 我记得以前金赫 他就是我太太 他一直在美国是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意思是没有在家里以外的工作 他比我的工作要忙很多 因为他照顾孩子 他跟别人在一起 特别是 那个时候我们是F2 F1 F2 是学生签证 他跟其他的女生在一起聊的时候 他明显地看见大家对待他的态度 人家问他你在哪里工作 都已经在哪里上学 你在哪里上学 你在哪里工作 在我在家 别人 直接就跟别人去讲 你在哪里工作 就觉得这个人 没有任何的意义跟价值 被别人看得是扁平化 你在家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 千万不要 把人当成人来看 不要用这种 用职业 用性别 来看待这个人的价值 OK F1 F2 否则的话 你第一句 你就把人辅导了 我们以前在福音班 大家都是 都是 都是知识分子 然后问了 问了一个人 看他 穿着周五正王的 就问你在哪个学校 我们当时在 皮子堡两个大学 一个皮子堡大学 一扛一级梅龙嘛 就是上来就问他 你是皮子堡大 你皮大的呢 还是CMU CM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那个人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他是坐餐馆 你这一句就把人扶倒了 用斧子砍倒了 你下面 因为你觉得 你觉得 对吧 他就没办法跟你交流了 因为你已经认为 他不是知识分子 说不定就另类了一类人 所以我们看的人 要全面化 他是一个 从按照上帝的形象造 他是个罪人 他也是受到罪的影响 所以你要尊重他 要谦卑 要有这种爱的关系 不能太偏偏 他大概是罪 就很快就过去了 我就不让你们问问题了 悔改 被造 落落 生命的改变 很重要的 要悔改 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悔改呢 悔改有两个动作 对吧 哪两个动作 对 还有呢 对 对对对 我现在面对着钢琴 我说要悔改 我第一个离开钢琴 然后转向大家 你一定会从一个地方 转向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你任何时候 做任何的改变 都是在做两个动作 问题是你转向谁了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还讲了什么 真实的悔改 真实的悔改 你知道你是得罪的是上帝 最终你是得罪的上帝 很多人悔改是因为他被抓了 心里头很难受 他是 他是 他心里头很难受 他没有真正的 repentant remorse 是 different remorse跟repentant 是两个不同的词 他心里头很难受 因为他被抓了个现行 不表明他就悔改了 因为他演了一抹 下次我就不让你抓住了 一点就没悔改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真实的悔改 很重要一点 你就看他转向谁 他如果没有转向上帝 这个悔改一定是假的 我不管 我已经被很多的眼泪 骗过很多次了 这不表明 我对他没有同理心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 爱哭的同哭 与喜乐同喜乐 他哭 我就跟他一起哭 我就为他一起祷告 他有没有真实的悔改 I don't know 我们看 我也会帮助他看 他知道他得罪上帝 他意识到罪的严重性 他为自己的罪承担 全部的责任 然后他的心的转变 跟行为的转变 我把这几个列在这一点 他如果有真实的悔改 他的结果是他对自己的身份 有重新的认知 他不是属于别人 不是属于某个事物 他是属于上帝的 他不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他有新的盼望 新的喜乐 新的帮助 这些东西会花一定的时间 慢慢的呈现出来 他不是会一次性的呈现出来 但是一个人他真实的悔改 他手 他我能看见的 比较容易看见的 就是他有没有对上帝 更感兴趣了 他现在如果他说我知道我是知罪 他如果转向圣洁的上帝 他会被上 以前是其他的东西夺了 夺走他的心 现在是上帝夺走他的心 应该很快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现在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来亲近上帝 亲近上帝就是读经祷告 他的读经祷告的生活 根本就没有开始 或者他跟以前一样完全没有兴趣 这个悔改的真实性 是个big big question 这个问号很大 我已经我们教会 敢不敢讲 我当然不提名字了 有个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做了一些不太好的见证 他就在领袖地位上被拿下来 那当然他在小组里面 也给大家做过很多的见证 讲他要悔改 他要以前做哪些地方不对 这顺便讲的都有 他比较具体 讲到自己做了哪些的错误 给大家造成了不变 造成了一些的困扰 向大家道歉等等 没有错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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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他的属灵的生活 我发现跟以前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 果不其然 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以后 他没有像以前犯这么大的罪 但是他在情欲上 还是继续走他的老路 所以他的悔改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悔改是圣灵的工作 悔过是人可以做 就是哭啊什么 因为被抓了嘛 觉得很丢脸 就guilty 但悔改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只有圣灵 让你对上帝才有真实的兴趣 所以悔改的表现 承认具体的罪 为罪忧伤痛悔 他愿意改变 对上帝有更深的爱 所以我就停在这个地方 罪跟悔改 放在这边 所以人论 一个是创造 一个是堕落 一个是悔改 或者更新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结束我们的 theological foundation 就是我们神学 大概的这个 比较简单的 非常非常简单 完全是骨架性的东西 帮大家来辅导的时候 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提到神论 圣经论 还有人论 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快 我故意的是 对 那他的intention 应该是不是做的 就是 那是结果 很简单 这个其实 比如说 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来到美国 你不知道美国的法律 但是不知道 美国的法律 不表明 就是说没有问题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你在开车 后面警察 把你给pull over 你把车打开 我跟警察说说 马上人家就掏枪 把你给靠起来 见过吗 我见过 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不知道法律 但是警察没有说 你中国来了 不好意思 没有 就是我们 我们虽然不知道 有些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无知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上帝定了一些的 定了一些的规则 或者上帝的 其实不知道 很快你就可以知道了 他其实不像 来到另外一个 来到另外一个文化法律 这么 我们对他的无知 实际在那边放得很清晰的嘛 即使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好像做了一些的 做了一些的事情 说了一些的话 或者说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 是 是得罪石墓士的 但是他的情感就很痛苦了 那 那对 他是不是 我是不是在犯罪了呢 是不是在犯罪了呢 至少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照顾 对他有足够的认知 照顾他的情感 以至于我说话 得罪了他 那他是不是太敏感 那是他的事 我对他没有足够的认知 那是我的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对他 有一种这种道歉呢 这个呢 就属于好像 不故意的犯罪 但是也是罪 你不能这样说 这是你的问题啊 你怎么这么敏感了 我这个人说话就这样呢 我是何谈人呢 哦你也是何谈人啊 你不能不能不能这个样子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很多的事情 你都可以耍赖了 我都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你是这个样的人呢 就还把你骂了一顿 我说来找你道歉 就把他骂一顿 It's really really bad 只不过我没有展开 这里头可以展开的例子很多 因为我想really 你提到这个 这个是不故意的罪 我们真以前 有一个学生 打电话让我去 他被警察靠了 就是他从车上下来 小子真嚣张 警察在那边查他的那个车牌号 他一开车下来 警察马上抄起来 两个警察把他围起来 先靠上再撞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不故意犯罪 他算不算犯呢 犯了 因为警察把他靠了 还有吗 心理学跟圣经辅导 心理学跟圣经辅导 你们对待心理学 你们中间有谁学心理学 跟心理学有任何关系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都跟心理学有关系 还有这两位 还有其中有那么几个 我如果讲的有 比较有疏漏 或者有 你们可以觉得有补充 你们可以补充 大概心理学 它是在做什么 它是所谓的 研究人行为的科学 我用了引号 为什么用引号呢 因为你算是真正的科学吗 不一定 什么叫科学呢 科学基本是用 科学的方法来定义的 或者叫自然科学 用科学的方法来定义 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量化 对吧 第二件事情 你要重复 你没有办法量化 没有办法重复 这个你虽然叫它科学 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包括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 它也要需要有数字在里面 它其实觉得科学 有点扯 但psychology呢 它其实从刚开始的发展的时候 它其实应该不属于科学的范畴 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 大家对待人的行为的一种解释 一种理论 或者一种想法 它最后慢慢的到了20世纪以后 它慢慢的有一些数据进来 然后对待以前的理论 和假设 证实或者证伪 慢慢步入到科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短 大概在1950年代 开始数据出现 在之前 基本都是一种哲学思想 但即使在50年代以后 有很多的数据 很多的数据出现 它里面的数据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它里头又还是有很多的 对人的这种这种这种解读 对人行为的解读 通过什么 不是通过数据 它是通过理论 所以即使到现在21世纪 心理学还相当的偏理论 或者偏哲学的范畴 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 大家不愿意承认